嗯 还是用实例讲吧 实例讲是吧 对 用事实说法 我就把刚才这一段给大家注释掉 嗯 刚才我们这这讲的第一种情况是结构变量 这个第二个要讲的是这个叫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里边的叫结构标识 我定义一个seq的结构就叫person 好吧 嗯 英特类型的pid 然后呢 X类型的一个name 然后呢 是 然后呢 英特类型的age ok 那其他地方要用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还是刚才我那个例子 我把这个呢 就定义到上边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定义它 这两个里边都用到了这个结构体了 我就这来定义就行了 就sagt 然后person 然后p 这这也不用写一遍了 怎么弄了 这个就是sagt person 然后p2 现在是不是这个结构体不用再重新定义一遍了 嗯 对 我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 就是p1.pid 然后呢 等于1 然后呢p1.name 我们要信copy拷贝 p1.name 然后等于rose 然后呢p1.age等于20 嗯 嗯 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叫这个其中这个地方叫结构的什么呀 结构的标识 就是我标识一下这个结构就叫person 那么后边呢 我们用的时候就是sagt person 那么这个p1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名称为person的结构体类型 这个就是怎么讲 就叫名称为person的这个结构体类型 嗯 有人叫结构 有人叫结构体 道理都一样的 嗯 嗯 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 这个地方其实呢 嗯 我们再比较一下 我们比如说定义一个int类型 我们怎么定义的 说int类型的一个age 那我们在这儿是person类型的person结构体类型的一个pe 嗯 这个看起来其实还挺别扭 我们最好就是什么样 把这个sagt也给它省略掉 我们前边是什么类型的 person类型的 person是什么类型的 person里边有三个成员的这种结构体类型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类型定义的方式来实现 类型定义 刚才说的是这个 就是 我们在这儿可以定义结构体 那么sagt后边 我们这个后边再讲 就是有关这个 呃 结构标记声明啊 刚才我们还是这个 可以在声明的结构的时候呢 声明这个结构变量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儿声明的时候呢 最后边还可以这么样 p 然后pr 等这什么意思啊 嗯 然后p还可以进行出示化 tom 然后后边是这个20 ok 那么 在定义这个结构标记的同时呢 给它进行这个出示化 然后呢 并且呢 可以定义这个结构变量 呃 结构标记的声明 刚才我们说了 在定义的同时进行出示化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嗯 刚才那个好不好呀 所以一开始有这个结构变量太麻烦了 每次用的时候就要重新定义一遍 嗯 是不是挺麻烦的 那么有了刚才那个怎么样了 好像是好一点是吧 我用的时候直接suck the person p1p2就ok了 嗯 但是我们说没有什么呀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 嗯 我说对了我不知道 这个有点绕 那么刚才那个我觉得还不太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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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哪不好呀 说 现在这个 直接用这个suck the person 那么是不是挺好呢 不言 这个哪个地方不太好啊 我们把它做事件 我们把下 下边这写一写 就重写一遍 可能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这个结构类型标志 我们就定一个suck的一个person类型了 然后int类型的一个pid 然后是自幅速度类型的一个name 还有int类型的一个h 这个不错了 这个p1p2是吧 那么在这呢 可以进行出入化1 然后tom 然后20 那么甚至上我还可以说说 我声明一个p3suck the person类型的一个p3 这都可以吧 嗯 p3.pid 等于3 然后呢 str copy 或者p3.name 这个是ros 然后是p3.h等于20 看看这一颗 是不是已经挺好了 不用再重写一遍吗 不用再重写一遍这个内容 只是用一个suck the person 我说这个还不太好 最好是什么样子 这种person类型就是person类型的 我前面这个suck的也给它省略掉 这样是不是最好的 p3 我想要的是这样的 不要这个suck 嗯 那么这种形象我们就要用什么呀 叫类型定义 我把这个直接重新类型定义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还记得前面我们讲的一个类型定义吗 类型定义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type define 类型定义把某一个类型定义成已经存在的一个性 link类型的定义成一个什么呀 这个boar类型的 然后以后呢我们这个boar类型就代表int 触布是false 那我们这个怎么定义呢 说类型定义一个结构体 说这个type define 类型定义原有的结构 那么你定义成原有的结构就是这个结构体 然后比如说我们叫int类型的tid 然后是自乎数字类型的一个name 然后后边还有什么呀 这个int类型的一个age 注意了类型定义 前边那一部分是原有类型 后边这一部分是新类型 那么现在呢我这个person代表的就是什么呀 他整个的一串 pid啊name啊也是都给你包含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声明一个person 这个p 现在是不是更简单呀 p1.2这个什么呀 p1.pid等于1 sadcopy 然后p1.name等于tom 然后p1.age等于20 这个才是真正我想要的 我通过typedefine类型定义 然后呢把它定义成person 然后呢直接定义这个类型 p是什么类型的 person类型的 person是什么类型的 person是一个结构体类型的 是吧 它里边有三个成员 三个member OK 这就是类型定义啊 那么刚才我们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嗯 结构标识还是不能甩掉这个sad 这个关键字 可以使用这个typedefine 类型定义的方式呢 来实现 它的一法格式前边就是typedefine 嗯 然后呢 后边是这个结构体 后边呢跟上这个星的名称 那么下边呢 顺便这样一个类型 那就是person pepr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 类型名称必须放在结构的最后 也就是说 前边是新类型 已经存在的一个类型 后边呢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的 另外一个类型 你不能放到前边 不能放在sack的后边 这个就 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直接放到这儿来 说这儿加一个person 这是不行的 等我说什么意思吧 嗯 把这个person放到这个地方 这是不行的 必须放在哪儿呀 你看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类型 必须放在后边来 嗯 嗯 OK 好 另外呢 对结构类型呢 可以使用类型的标识 也可以使用这个结构类型定义 但是呢 用于链表的时候 你必须使用标识 也就是说 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啊 这个类型标识的方式也可以 也就是这种方式 也就是这种方式 刚才我们说的 定一个sack sack person 这个叫类型标识 对吧 inter类型的pid x类型的一个name 20 然后呢 inter类型的一个h 这个叫标识 我们标识的时候怎么用呢 必须要把这个sack 给它写上pr 看到了吗 这儿sack的就省略掉了 这儿这个结构题 关键字还得放这儿 那么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用它呢 小时候你觉得哪个好 我觉得 都一样是吧 差不多 都太 这个加了一个关键字是吧 嗯 那么懒人喜欢用哪个呀 当然哪个更少 懒人喜欢用上边这个是吧 哎没有这个最好的是一个都不写 是吧 一个白纸上边 是吧 告诉他 告诉他 你给我写一个愤怒的小鸟 是吧 你不写我要愤怒了 那就是他自己就给你写好了 当然说实际当中的确是啊 这种方式看起来比较简洁 p什么类型的 就是person类型 嗯 那么这个也可以是吧 p什么类型的 person结构体类型的 嗯 是吧 都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说 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习惯 你可以 可以用类型标识 也可以用这个类型定义 但是呢 在链表里边 后面我们会讲 必须使用这个什么样 结构标识 嗯 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类型的一个 参数和返回值 就说我可以 这个地方呢 传递一个参数 也可以是一个返回值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我在这呢 有一个函数 说叫 vide 叫print 它打印一个person 这里边传递一个参数 叫stack的person类型的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在这呢 来打印这个person 我看上边 有没有定义啊 当然 我们前边没有定义啊 我们这边要定义一下 就是 把它剪切一下 放到前边这个地方了 或者让我们别剪切了 我们直接把它注视掉吧 否则的话 我们 后边有conf 明白什么意思 OK 说 我们 有一个stack的person 类型的 inter类型的pid 然后 字符 输出类型的一个name 还有一个inter类型 一个ad 嗯 我这个函数有一个参数 就是结果delay型的 结果来接下来我打印输出他们的内容 是这个pid等于百分号d-n换行 这个就是p.pid 通常道理后边是printf 后边这个地方就是name等于百分号s-n 这个呢p.name对吧 嗯 通常道理printf这个地方是age等于百分号d-n 后边是p.h 我们这来调用一下 调用怎么调用 你先要有一个stack 它person类型的 这样一个编量给它传过去p.pid 比如说等于1 然后p.sackcopy 然后p.name等于tome 然后p.h等于20 接下来我们调用这个是print person 把这个p给它传递过来 cumber r运行 这个没有问题吧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结构体可以作为一个参数 还可以作为什么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你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sack的结构体类型的 person 我说get person get person 我们就是sack的person 然后person p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复制 接下来在这可以直接written这个什么 written这个p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构体呢 可以当一个什么 可以作为一个函数参数 也可以作为一个函数的返回值来用 懂得意思吧 这是函数的参数 这是函数的返回值 嗯 好 再去看看后边我们讲到的内容就是 结构类型这个 数组和结构的一个嵌套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数组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结构和结构 它们两个能不能嵌套 结构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是吧 嗯 我们想的是这样的是吧 比如说打开我们那个台式机电脑 它里边有一个小箱子 里边是风扇 风扇里边有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大箱子套一个小箱子 嗯 比如说我们要往这个美国 运以集装箱这个鸡蛋 怎么用过去啊 最外边是一个大货轮 是吧 嗯 货轮里边有大的集装箱 集装箱里边有小箱子 小箱子里边装的是鸡蛋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OK我们这个结构题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想定一个圆 怎么样定义呢 圆 圆有哪些属性 第四个是结构体和数组 圆有没有圆心啊 嗯 对 有没有半径啊 嗯 我有了圆心有了半径 我就可以定位到某一个地方 画一个圆 是吧 那么你的圆心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是不是一个点类型的 嗯 英特类型0x 英特类型一个 你的圆心是xy坐标 你有了这个坐标了 直接就可以定义了 那么 嗯 一个mass circle 这是一个圆 对吧 嗯 首先我们这个圆心 嗯 center 这个圆心是什么类型呢 就是这个点类型的 嗯 是吧 嗯 上面那个结构体类型 它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double类型的一个半径R 那么这个是一个圆类型的 嗯 接下来我说这个 这个 stack的mass circle 这个 c c c点 然后这个 center 等于什么 可以直接复制过 比如说这2和这个 随便写一个 10 x坐标10 y坐标也是10这个位置 行不行 嗯 sorry啊 这个还不能直接复制 这个还不能直接复制 那我再去定义一个 sack的mass point 这个p 然后这个p里边的x等一个10 然后呢p.y也等一个10 看到吧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个center 怎么样复制呢 center就是给它当前这个点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double就是我们的 c.r等于比如说它的半径是3.5 可以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体呢 之间可以相互的签套 结构体可以相互签套 那么结构体和数组能不能签套 我结构体里边能不能是一个数组呀 首先啊结构体里边能不能有数组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前面定义这个sack 在这个person person里边有没有数组 interl型的一个pid有吧 嗯 这个字符数组嘛 我们一直在写这个吧 这个结构体里边可以有一个数组 这个是person或者这样 这个没有问题吧 嗯 结构体里边可以签到数组 那么某一个数组能不能是一个结构体的这样一个数组 就是说我现在呢有一个数组啊 它的类型是这个结构体类型的 它的类型是结构体类型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sack person 是persons 里边有四个字 这行不行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数组吧 嗯 可是数组什么类型的 结构体类型的 嗯 这就是一个小数据库了 嗯 就是说看我这个里边啊 这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数组里边可以保存几个人呀 可以保存四个人嘛 那么数组大小是四嘛 那么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先声明第一个人sack 它这个person 然后p p2 这个p3 p4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呢 就是p.pid 等于1 p1.2 sack copy 就是p1.name 等于这个tom p1.age等于20 ok 那么接下来我给这个第二个第三个进行复制 这个 这个是p2 p2 这个是p2 给它改一个值 这个是2行吗 嗯 这是一个凯特 这个是21 那我们再去copy一份 小时候看着别改错了 第三个没事吧 嗯 第三个 这也是什么 第三个 然后这个改成算行吗 嗯 我就会tom改它呀 然后别的我不会呀 外国人名还有叫啥的 p4 你你起个名字吧 p4 杰克 杰克 杰克写呢 嗯 J A C K 好杰克 好 嗯 好杰克 这个 你提到这个rose就想起杰克吗 为什么 泰坦尼克 哦 泰坦尼克有rose和杰克是吧 我都忘了 好多年前看的这个泰坦尼克 嗯 然后这里边怎么样给它复制呢 这里边是p 是吧 person 挺感人的这个也 是吧 泰坦尼克 然后这里边的2等于一个p3 然后呢person里边的3等于什么呀 p4 嗯 这不是一个小数据库 我就保存好了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想打印一下 那么怎么打印呢 for 新款 把印它的行的i乘0开始 i小于4 i++ 怎么样打印呢 嗯 i++ 那么现在就是每次都拿到一个person 然后sack 一个person 一个p 就等于persons里边的这个i 从0开始嘛 然后print 打印输出 哎 我们能不能调用上边这个print 这个函数呀 当然可以了 定义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调用上边的一角 print person 这个函数 打印输出 走 嗯 嗯 说不兼容啊 原因就是 我们在这定义person 和上边定义person是两个 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个先注释掉它 就用上边定义好那个 行吧 嗯 你定义两遍 它就是两个 我们再来用情一下 现在好像都输出了是吧 一通 最好我们在这每输出一次 给它加一个什么 打印一个横线是吧 嗯 漂亮的分隔线是吧 -n 其实就几个横纲 还漂亮的分隔线 现在是不是就把几个人隔开了 对 这是一个数据铺吧 嗯 哎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叫什么 结构数组是吧 嗯 就是数组可以嵌套结构 结构也可以嵌套数组 甚至是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嵌套 是吧 可以相互的来嵌套啊 OK 那我这个 嗯 说 结构体的数组可以好 嗯 有几个一块呢 可以几个一块呢 不是一个对一个 可以 嗯 你有person是吧 有人 还有定义其他的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啊 所有的都可以 然后呢 嗯 你可以定义数组 数组里边呢 还是 做干个结构体 这样都可以 嗯 明白了 嗯 那么结构数组 刚才给大家解了这个例子 那么结构数组之间的结构呢 最常见的就是 具有结构元素的数组 这句话理解一下 这个 具有结构元素的数组 那么这是结构呀 还是数组啊 你先读这句话 具有 还是数组吧 对啊 前边只是一个修 修实而已 是吧 嗯 那么这个数组里边的元素 是什么类型的 数组里边每一个元素 是什么类型的 是结构类型的 嗯 就是刚才我们定义那个person 是吧 嗯 这类数组呢 可以用作简单的数组库 那么这个刚才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过程 OK 嗯 那么这一节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 有关于这个结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 嗯 一开始我们讲到什么了 一开始我们讲到了什么是结构 结构 然后 还有一个联合 联合 联合和美举 嗯 嗯 那么这三个类基本概念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那么接下来一开始我们 呃 给大家讲到的是结构变量 是吧 结构变量 对 那么定一个结构变量 结构变量呢 就是每次用的时候 都得重新定义一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定义了结构类型了 结构类型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标识 就给它起个名字 嗯 给结构起个名字 这个就叫person 那么 说结构标识呢 还不太好 就是说前面还有个关键字叫什么呀 starkt对吧 嗯 对 我说这个挺麻烦的 我刚才把starkt也去掉了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什么样 类型定义的方式 type define 把某一个结构呢 定义成一个新的类型 比如说这个类型就叫person 嗯 那么接下来可以直接通过这个person 来操作这个什么样 结构体 结构 嗯 那么我还讲了这个前面我们漏了一点 就说怎么样访问结构里边的这些成员呢 这些member呢 就是通过成员名称 那个点儿印算符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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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嗯 那么后边我们还讲到了这个结构里边可以有数组 嗯 行不行 可以 这是一个结构结构里边有数组 那数组里边的元素也可以是结构 嗯 是吧 那么如果呢这个是一个结构元素的站立数组呢 它也可以充当一个小的数据库来操作 是吧 嗯 对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节呢给大家讲到的一个结构体 嗯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请登陆我们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同学们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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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